大家好,我是杜林,欢迎来到Mite学研 我们来继续学习这一笔大型项目 先来回顾一下上的课所讲过的内容 上的课我们主要讲了一下什么呢 主要讲了一下物理层的这种结构和功能 重点解释了一些相关的书译 这样的课我们来讲讲Mite 经过上一段课的学习 我想我们应该知道 物理层负责的是这种信导的分配 而Mite呢,它决定了分配后的信导 如何去使用这样一些事情 下面我们来看看Mite的一些功能 那么它主要有这么几个作用 第一个,它采用了CSMA-CA这样的机制来访问信导 那么CSMA-CA是什么意思呢 它实际上就是Color-Sense-Mutiful-Assets-With-Condition-Awardens的缩写 翻译成中文的就是载博真理多路访问 中度避免 它的眼里就是在发送数据针之前 叫你信导进行这样一些预约 这样就可以避免信导的碰撞 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机场 如果有费要在这个机场降落 在降落之前先要通知这个机场 好让机场一起安排 别的飞机就不能在这个时候降落了 否则就会可能同时就会造成几家飞机碰撞很快 要实现不碰撞的目标 可能会有这么几种办法 先来看看第一种办法 就是在送入数据前 真定信导的使用情况 维持一段时间后 再等待一段随机的时间后 信导还空闲的话 那么就送入数据 这里的关键点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随机的时间 因为每个设备使用的随机时间都不太一样 这样才能够减少这种冲突的机会 那么我们来看看另外一种办法 就是在送入数据前 先送一段小小的请求 传送报围给目标端 等待目标回送报围后才开始传送 使用这种握手的目的 就是要保证传送数据不会发生碰撞 第二个呢 就是P&A的建立和维护 P&A我们在这笔网络结构的结构里面就解释过 那么基底的就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当一个新设备上电的时候 如果这个设备不是这种协料器的话 那么它就会通过上摇周围的网络 并选择加入一个网络 如果这个设备是协料器 它也是先上摇周围的网络 然后选择空虑的信道和合法的这种P&A ID 接下来就会构建一个新的网络 下面就有一种情况 就是假如一个设备在通信的过程中 以观念的协料器撕进了同步 那么会怎么应该怎么办呢 实际上这个时候也是通过扫描 通知这个协料器 为了期分这些扫描 就定义了这么四种扫描 有一滴信道的扫描 主动信道扫描 被动信道扫描 还有孤立的信道扫描 这样一些扫描 如何来实现呢 其实就是通过一些研议来实现的 那么它的第三个作用 就是支持P&A网络的关联 那么什么是关联呢 其实也就是说加入到网络当中 和这种关联的解释 也就是剃足网络 第一路由器或者中段接点在扫描后 就得到了附近各个网络的穿梭 然后就会建立一个合适的网络 和协料器加入进的 但是在加入前 上层需要设置好PIB的这种穿梭 实际上是通过PIB的穿梭 设置也以来实现的 比如物理信道的显示 P&A ID 协料器的地址等等 所以为什么不管是在Fight层 还是在Mac层 都会有一个这种PIB 那么第四个作用的就是说 由协料器产生网络的这种性标针 这里解释一下这种性标针 在这个里的性标针 是实现网络中设备的同步工作和休眠 这个性标针是由协料器发出来的 一旦收到性标针后 就按照协料器规定加入网络 并而协料器规定的时间间隔发售和接收数据 入役器或者中端节点没有收到性标针 就是进入到这种不活跃的时段 这个时候就会关闭比较豪电的这种设备模块 从而达到这种省电的目的 性标针我们在这里解释一下 接着往下 那么这些普通的设备 根据性标针与这个协料器同步 那么第五个就是处理核负 保证这个GTS GTS就是凯拉底的time slot 翻译成中文就是同步实际 那么GTS又是什么呢 GTS就是为实际不同用物之间的这种通话 数字交换网络 必须完成不同的附有线之间的 不同实际的这种交换 即数字交换网络 某条输入 附有线上实际的利用交换到指定 输出赋予线上 那么最后也就是 在两个地道的MIG私立间 实现这种可靠的列入 下面我们来讲讲 MIG所提供的一些服务 实际上已翻译成有点类似 它也包括管理服务和数据服务 比如说都是如何这种SAP 进行这种数据的记录 管理服务呢就是 提供调用MIG 管理功能的服务接口 但是它还想维护MIG PAN信息库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MIG PIP 而MIG数据报数据服务呢 就是提供MIG公共 公共部分制的 也就是 也是 MCPS提供的这种数据服务接口 目的就是为网络数据添加这种吸引的头 如果了解过以太网的这种年龄的话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些利润 为了刚好理解我这里画了一个MIG的这种揣稿的模型 MCPS 刚SAP呢就是MIG的数据服务接口 而这个MLM1-SAP呢就是MIG的管理服务接口 前面物理证中讲过这种PD-SAP 还有这种PLM1-SAP这两个接口 实际上是在MCPS和MLME之间 还有个隐含的这种利部的这种接口 用于MLM1-MIG的这种管理的服务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MIG的真的结构 MIG之专一点来讲 我们就称作是MIG系列数据单元 也就是NPD-U 它是这么一些按照一定的顺习 而排列成的这种字段的数据 在偏摆这样的数据前需要考虑的是比较简单 而且要在物理性道能够比较可靠的传输 MIG的准结构分为一般的结构和这种特殊的结构 特殊结构就是这种什么信标证 数据证 确认证 命令证 这样一些数据证 下面看一下一般的这种结构 这里我画了一个针结构的图 就是在这里 MIG包括这种MIG针头 还有这种MIG针有效载荷 还有MIG针尾这么几个部分 而MIG针头又分为两百 有什么针控制 还有这种追悉 它后面的有效载荷 就有地址信息和一些特殊的针的例行 比如数据证 命令证 信号证 确认证 等这样一些有效载荷 而且每一种特定的真理性的长度是不一样的 MIG针尾是这种教研系列 也就是我们在图中看到的这个FCS 下面我们来详细的讲一下每个证义 为什么需要了解的这么细呢 因为将来在我们在底层 编写之中底层的通讯程序的时候 可能需要自己去组织这种MIG针 或者我们用扎包工具扎到一个包的时候 我们要去分析这种MIG针的结构 中而去解决我们可能遇到的问题 等等这样一件事情 现在看一下这个MIG针控制之短 同样我也画了一个这么一个图 它的长度是16位的 上面的表示这个位数 它有真例行 安检死人 数据太长 确认请求 网列网记 还有这种异流的这种部分 包括还有这种目的地址模式 下面就是一个异流部分 为什么需要弄这么多异流的 由于考虑到 吸引将来的升级 或者有一些新的功能需要 下一个是 延电子模式等这么几个部分 上面的数字是表示 每个部分所在用的这种位数 这类型呢 那么它是占了3位 0.0.0就表示这种细标针 0.0.1表示这种数据针 还有0.1.0表示确认针 0.1.1表示这种MIG针的针 有些学员可能问了 3位应该是能表示Bug数字 那么它其他的几值呢 那么其他的几值就是用来将来 将来扩展使用的 再来看一下安检死人 它占的是1位 V0就是表示这种MIG针 没有对该针做加密处理 而1呢 当然就是表示 该针用密锁继续保护 而密锁从哪里来呢 如果大家复习了前面的内容 就能猜得到 实际上它就是放在这种MIG PIP中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数据代转 它也是1位 1呢就是表示 表示在当前之后发售设备 还有数据要传送给设备接收 接收设备需要在发售数据 请求命令来获取数据 那么0肯定就是表示数据证的设备 没有更多的数据 想传送接收设备 接下来我们看看确认请求 它也是1位的 1呢表示是 接收设备在接收到该数据尊 或是命令之后 如果判的它为有效的这种这样的证 那么它就会发售设备 就发售一个确认证 0呢就是表示 接收设备不需要发售确认证 再来看看网例网记 它也是1位的 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是该数据证是否 是在同一个PIA里传输 如果VIO表示 存在原地址和目的地址 那么MIG这种 就不可能包含这种PIA的ID 如果它为0呢 就表示存在原地址和目的地址 那么BIG这种就会包含这种PIAID 和目的PIAID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目的地址模式 它是占2位的 如果V00呢 就表示没有目的PIAID和目的地址 011呢一流给交代使用 10就表示的是 目的地址是16位的这种短地址 11呢就表示目的地址是这种 64位的这种扩展地址 有可能就是可能会有超级有效的多数说明 所以它可能需要64位来表示 如果目的地址模式为00呢表示 有正类型次端了解的该针 不是这种确认针或者性不要针 那么原地址模式就不应该为0 那么暗示着该针是发送给PIA写流器的 PIA写流器的PIAID和原PIAID 要保持这种一致性 最后来看看延地址模式 它也是两位的 00呢表示没有延PIAID和延地址 01一流给交代使用 10的表示延地址是16位的这种短地址 11的表示这种延地址是64位的扩展地址 如果延地址模式为0呢 就表示这种真类型次端了解的针不是确认针 那么它的目的地址模式就不应该为0 暗示着这个针是由Mundi PIAID 引致的这种PIA写流器发出来的 那么针控制就讲完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针的这种喜好 这是Magazine给米称编板的这种号码 它自然长度是8位的 为什么需要做这样的编号呢 因为有的时候在设备接收数据的时候 下一针接收完了 可是上一针由于某些原因还没有到达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编号的话 接收的设备就弄不清楚 哪个是前一针的 哪个是后一针的数据 性标这种喜好叫做性标喜好 也就是BSN 而数据之后确认之后 Magazine之后 他们的喜好叫做数据喜好 也就是DSN 下面我们来看看Mundi PIAID 它的长度是16文的 这是数据设备接收设备的PIAID 只有真控制制度中的Mundi 真结果中填写这个字段 需要这么两个条件 一个是真控制字段中 延地址模式值不为0 还有一个就是网记这个字段为0 一个说明的PIAID 是最初挂点到PIAID网是获得的 但是PIAID冲突的时候 可能就会发生改变 接下来我们看看延地址的字段 这里是真发售设备的地址 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填写这个字段呢 就是在真控制字段的延地址模式 不为0的时候才需要填写这个字段 下面我们可以看真的有效展合 它的长度是可变的 这是因为不同的真 这个字段的长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真控制字段的安全 只能为为1 那么有效展的长度 就像这种安全的这种保护的机制 最后一个要讲的是这种FCS 它是第5个针头 加上有效展合的数据 做这种16位的CRC的胶验 所得到的这样的胶验 那么到这里为止的话 麦克扇的一些结构 我们就讲了 下面我们要讲的是 这种麦克扇的这种对的针的格式 这里主要包括4个针 那么什么信标证 数据证 确认证 命令证 这样一些针的结构 先来看看信标证 信标证的作用 就是其实我们前面的课提到过 它可以实现网络上的这种同步工作 和休眠 建立这种PI的这种主席漏气 我们这里还是来看看 这种信标证的这个格式 它包括麦克扇头 有效展合 还有针尾这样一些东西 那么针头呢 有控制制度 系列号 地址 地址信息 但是它的地址信息 只包含这种 颜设备的PID和地址 负载数据单页呢 有这么四部分构成 超帧批证 GST 还有带处理地址 还有信标的有效载 这样一些东西 所谓的超帧 就是指定发送 这种信标的时间建稿 是否发送信标 适合和是否允许这种观点 那么超帧配置 就是指规定了这个超帧的 持续时间 活跃部分 持续的时间 以及竞争访问 持续时间这样一些信息 下面讲一下GTS GTS配置之端的长度 是八位的 0到2位 持GTS描述技术器指向 而为3到6位呢 持16个加速 为7呢 是GTS这种体育 那么就会把所有竞争时段 发布里 录过来GTS 并把每个GTS 分辨给每个设备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带处理的这个地址 这里列出了 以协料器保值的时间 对应的这种设备的地址 一个设备 一旦发现自己的地址 出现在带处理 发送数据目标地址之端 就是说 协料器存在属于它的数据 那么它就会 它就会想 协料器发出的 传送数据的 这种MIG的 真的这种请求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这种有效矮盒 它是为上乘协料器 提供数据传送的 这种接口 那么这个图中的 其他端前面 基本上都讲过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数据准 它的作用是传送上乘 发到MIG指令的 这种数据 还是来看一下 数据准的这种格式 数据准的负载 只能包含了 上乘需要的传送的数据 这个数据称作是 MIG服务 数据单元 它也是MIG阵头 和MIG阵位 有这样一些 这样一些信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确认证 确认证 这是确认证的 这个图 比较简单 它也是在MIG阵头 和MIG阵位 项注意的是 确认证的系列号 因已被确认的 系列号相同 这里没有这种 负载的这种数据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命令证 它的作用就是建立这种 PIA网络 传出一些同步的数据 的这样一些事情 还是来看一下 这种命令格式 这样的图 命令 命令证 标ID 标识 做所有的这种命令 MIG命令 其实它是从0x01到0x09 MIG阵头 有证控制 证系列号 还有地址信息 这样一些字段 到这里 MIG阵就基本上讲完了 利用很多 因为这一层 我们在做底层通信编程的时候 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比块都需要比较详细的了解 比块都需要比较详细的了解 谢谢大家